现在正是西瓜大量上市的季节 吃剩的瓜皮扔掉太可惜 西瓜皮里含有丰富的糖类、矿物质和维生素 对养护植物和花肺都有很好的作用 用西瓜皮鳄肥非常的简单 吃剩的瓜皮我们尽量去掉红磷 先把瓜皮切成条状 然后再切成小粒 也可以把瓜皮去掉以缩短臥肥的时间 根据你的需求准备带盖的容器 因为臥肥中会产生气体 最好使用塑料罐 再加一些清水以加快分解 我用的是桃米水 这样熬出的肥水更有营养 也不会发臭 尽量把罐子放在阳光可以直射的地方 还要记住每天打开一下盖子放气 如果天气好两周以后 当西瓜皮变透明就可以使用了 使用时还要把营养液加清水稀释 完全发酵好的液体和清水的比例 大概是1比10就可以了 西瓜皮水属于偏酸性的肥料 所以可以浇灌一些喜酸性的植物 比如说浆果类的水果 土豆 马铃薯 和西瓜之类 西瓜皮水更是养花的好肥料 它可以解决很多花卉 落叶和叶黄的问题 经常使用西瓜皮水 会让你的花变得郁郁葱葱 除此之外 西瓜皮水还可以酸化土壤 如果你的土地偏碱性 就可以用西瓜皮水来中和